健身运动风气越来越新盛 不少运动选手会把运动按摩列入日常保养 让身体在往后训练可以变得更轻松更省畅 花莲詹姆士保健管理中心日前开设认证课程班 邀请到专业物理治疗师团队授课 吸引不少喜好运动男女前来 希望为自己或亲友的身体学习如何多一点照顾 随着近年运动人口逐渐增加 对于运动按摩的需求也开始增加 花莲詹姆士保健管理中心 日前开设为期两天的基础美式运动按摩认证课程 邀请三位专业物理治疗师 一位运动按摩师的认证讲师阵容 透过临床经验讲解授课 让学员之间透过身体按摩 进一步解锁身体地图 就有学员想学习正确的按摩方式 帮另一半有效的放松肌肉 也借此增加就业技能或第二专长 就是因为我男朋友最近有在准备健美的比赛 然后我就希望他如果健身完 可以帮他放松这样 当然也希望能够变成第二专长 就学习到更多的方法 而且我觉得更有带入解剖那些 你就更知道那些肌痛点疼痛点 或是怎么样应对或是找到问题这样 因为现在大家运动行业非常的新生 运动人口也很多 所以现在在这个对于运动按摩上面 对于肌肉放松上面 现在的需求越来越大 所以在花莲比较少有这样子的运动按摩的人才 所以今天我们就会请到台北 这个安健维康治疗所的这个黄物理治疗师 特地来花莲为我们培训这个 我们在地的运动按摩室这样子 今天我们上次基础的运动按摩 那所以我们主要就是以这种肌肉的放松为主 那内容呢我们就会 其实会从基本的解剖开始 让学员认识每一条肌肉的位置在哪里 然后呢他哪边容易比较紧 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手法 让那种紧的地方从比较硬 然后变得比较不硬 那一次的放松一次的运动按摩里面 他会从比较紧绷变成比较不紧 然后主要是肌肉部分 那此外呢我们也会带到一些深层的筋膜 浅层的筋膜与淋巴的循环的恢复 那这个会带到一点 然后这个主要呢就是以 这次的基础的课程主要是以 介绍运动按摩 然后我们该怎么样去使用 然后我们的使用对象 他应该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效果 然后让帮助这些运动人 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恢复 课程以基础的运动按摩 讲解肌肉放松 带领学员从基础的解剖 认识肌肉的位置名字 哪个部位容易紧绷 又该运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放松 并初步探讨前层深层筋膜和淋巴循环的恢复 期盼带领学员妥善透过运动按摩 发挥最大效果 帮助运动员也帮助自己增加运动表现 透过保养和恢复减少运动伤害 接着长帮彦华联士报导